不是所有车都叫沃尔沃 也不是所有沃尔沃都能遇到响尾蛇 今天我们要来检修的是一台沃尔沃卡车 这辆卡车已经废弃十年之久 修车老哥试图让它重新启动 如果能再次上路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 然而这次检修却遇到了意外情况 竟然有一条拥有剧毒的响尾蛇不期而至 这辆沃尔沃长头卡车出厂于1996年 服务于车主所在的农场和附近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以中短途运输为主很少进行长途运输 一直用到2012年才脱港闲置下来 从此便停放在这片农场里无人问津 风吹雨打将近12年 车体老化严重 可以看到卡车周围生长着不少灌木丛 连轮胎都被枯草包裹了起来 第一步先检查机油 开启保存完好的密封袋 可以看到内部还剩余不少机油 不仅说明密封效果好 同时也意味着这辆车的发动机状态或许会好于预期 大家对于沃尔沃应该不会陌生 这是一个来自瑞典的汽车品牌 国人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沃尔沃车有两大类 一个是载客大巴车和公交车 另一个是已经归属于吉利旗下的私家车 严格来说吉利收购的是沃尔沃旗下的轿车业务与轿车品牌 但卡车、货车和重型建筑机械设备还归属于瑞典总部 比如视频中的这辆长头卡车 老哥测完机油测燃油 随便捡一根树枝插进去探到底虽然还剩了一些 但这种陈年老叫都快有茅台的酱香味了 过一会儿需要把油放出来换掉 前面白色的箱子里装的是冷却液 不过已经空空如也 检查完两油一夜 提前准备好需要用到的蓄电池 串联并联后对接这辆车的电路系统 搞定之后回到驾驶室尝试第一次启动 倒不是为了让车跑起来 主要还是为了检测电路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转 没想到只试了一次就成功了 这辆老卡车不光能够连电打火 发动机也能顺利运转 虽然轰隆隆的噪音属实是有些刺耳 但经过润滑和换油之后 启动状态应该会平稳许多 刚才已经提到了这辆车的燃油所剩无几 而且年限过久大概率已经失效 所以发动机刚启动便突然熄火 老哥直接把燃油灌到滤芯上 然后再重新启动 虽然会出现油泵空转的情况 但是没关系毕竟这只是一次试验 卡车驾驶室里一副乱糟糟的模样 仪表盘和中控台都已经秀气斑斑 有些按钮已经卡死按下去就回不来了 但一间驾驶室里该有的东西它都有 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驾驶需求 注入新的燃油后 这辆卡车的启动状态果然平稳了许多 但耳边却响起一阵阵急促的风鸣声 这说明有某个部位出现了故障 所以才会触发警报 经过一番检查 老哥意识到这辆车的刹车系统似乎无法解锁 究其原因是因为断气刹气压不足 这会导致卡车后半段的挂车无法再误行驶 车头部分的机舱带已经被拆下 它和朋友剪掉上面的车灯线暂时拖到一旁背影 在重新尝试启动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车身在不停地抽搐 看上去它的发动机真的是尽力了 拖着后面的挂车确实无法移动 于是老哥决定先把车头分离出来 我们一般把中间的衔接部位叫牵引座或者说鞍座 也有不少老师傅称它为墨盘 插在中间的牵引销已经是锈迹斑斑 内部已经因为生锈而卡死 需要用锤子用力砸才能把鞍座解锁 然而还是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台老货车依旧困在原地无法动弹 它和朋友还在这里累死累活地折腾老卡车 或许是因为动静太大 引得农场里的小动物前来围观 其中就包括一条响尾蛇 每次居客了解一下 搞定响尾蛇简单 但搞定这辆大卡车很难 虽然发动机已经启动 就是无法移动 不能指望这辆卡车自力更生离开坑位 于是老哥就开来了一辆动力贼猛的皮卡车 用钢链连接皮卡车的拖锁和拖车球 通过这样的方式施加外力辅助牵引 再次进行尝试 总算有了效果 这辆老卡车终于离开了停放十年之久的坑位 可以看到轮胎所处的地面上留下了深深的土坑 也正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停放时间过久 所以导致它始终无法脱困 离开了束缚它的土坑 这辆大卡车总算可以勉强上路行驶了 对于这个年头的老爷车来说 很多时候只需要帮一把 用力牵一下 它就可以恢复些许生命力 哪怕只剩下原本的一成功力 那也足以应付接下来的这段路 摆脱了挂在屁股后面的板车 车头总算恢复了自由 发动机的压力瞬间小了一半 行驶速度慢归慢 但你就说能不能跑呢 接下来它要把这辆车开回修车厂 用更专业的汽修配件对其进行翻新